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4年2月27日 今天是星期二 來到星期二的時間 今天也是甲晨年農年的正月18 如果 是被香港的人 去選擇打小人 不知道香港現在這一刻 打小人會打甚麼人 為甚麼這麼說 因為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三月五日 是經濟來的 香港 傳統 就是經濟打小人 那麼多年來 2019年之後不算了 都會 打這些 香港的人渣高官的 如果今年 假如當有得打的話 我相信 其實會有一班 香港的商家 是拼命狂打一個人的 那個 就是李家超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現在 整個香港政府 徹底 與民為敵 我們的文字 就是寬鬆一點定義 包括香港的商家 沒有公權力在手的就是 所以其實香港 原本的藍絲和商家 是很愚蠢的 他們是與民為敵 寧願支持政權 以為自己有好處 現在其實他們要後悔 因為 因為 真真正正把他們的利益 徹底 是消滅的 正正 是拿著權力的 這一節我們要揭露商界 在醞釀 是一股力量的 我們從多方渠道也可以看到 包括接下來的財政預算案 我相信 香港的地產商 還有一眾的商家 是全部通通 是要求 香港政府一定要想辦法 搶救這個樓市 我們幾乎也可以看到 香港對於搶救香港經濟 的策略 是一點 都沒有 我相信如果香港政府 早點決定 所謂的切勒的話 其實局面 可能還不是那麼差 這個世界永遠都有如果 但是這個現實 是不能回頭 就算 在六個月之前設立 也不能夠100%擔保 現在的市況 是會回穩的 這一節我們也要詳細再揭露 觀察了幾天 北京 派的特使下來的意圖 我們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到底 北京 對香港現在有什麼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做好 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也繼續邀請聽眾 記得運用免費方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上手動點擊 就是這麼簡單 即是跟大家看節目差不多 敬請各位 記得幫忙支持 我們繼續 跟大家 詳細探討 香港的政治情況 請大家也珍惜一下節目 現在很多網台在香港 基本上對香港的政治 已經是隻字不提 又或者 由於 擔心變成反中亂港 所以各樣東西 是不敢分析和評論的 在海外的媒體 也有很多 不知道有什麼原因 總之對香港 也是多數 沒有什麼評論的 其實也沒有什麼尖銳的批評 能夠像我們一樣 繼續去閱讀 中國大陸 的政策 還有前瞻 香港當前局勢 是少之又少的 雖然 大體上來說 香港的經濟環境 我們知道是玩穴 但是對於 留在香港的人來說 還有 未來 就算是玩穴 玩穴 即是下跌 即是紅市 紅市其實有很多策略的 作為 被迫留在那裏的人 所以永遠預測是有用的 即是說你明知道要打風 風一定會打的 問題是風 有多強 風下多少魚 風什麼時候走 什麼時候會再打風 全部 都是需要研究的事情 我們繼續認為香港也是刮起了10級旋風 因為 經濟環境惡劣 現在商界普遍 隱藏了不夠膽大叫 的聲音 其實就是想 李家超收工 換一個 懂得搞財經 的官員 上去 人所共知的事實 是香港的陳泡波根本不懂經濟 其實他根本是談不上 香港是財金官員 香港過去的財金官員 多數是有港英的背景 即是說不被中國共產黨信任 而這件事也使得 香港的紅衛兵 成功上位 所以 香港其實現在 這班警察加上其他紅衛兵 基本上是一班完全不懂經濟的盲無 而且他們就是靠搞鬥爭上位 你叫他們放棄自己最大的路線 他們根本是不會做的 根本是做不到的 所以 他們只能夠是繼續 在那些上綱上線的事情上面 就是出盡全力 例如國安法 23條 戰狼吵架 罵美國 他們這些事情 是做到抓了的 你叫他們搞政策救香港 他們一點也不會做 基本上是徹底亂做的 香港的樓市 有內部一早政府 的消息都已經爆料了 說香港政府覺得 香港樓跌得不夠多呀 覺得 負擔能力還是相當之有限 尤其是一般大眾 他想把 香港的樓跌到下去 年青人說可以買樓 你說多恐怖 坦白說 香港如果 資產的價格 要跌到下去 今時今日留在香港 的年輕人 購買能力也能夠購買的範圍呢 我告訴你 香港樓市已經跌了90%多了 因為 香港經濟那麼差 實際上 今天 留在香港的年輕人的購買能力 都是一樣下降的 香港的根本性問題根本沒有改變 即是說 絕對不會因為你 嘴巴說愛國就會使得你 上車能力增加的 香港從來都不會因此 就是會 財富分配平均 所以我們覺得這件事簡直是荒唐的 但是香港政府 就是這樣思考的 商家也知道 如果再給李家超做下去的話 其實整個香港 是會毀滅的 最大毀滅了的就是他們辛苦建立 在香港的霸權 產業 因為 香港就是一個原本 有懂得生金蛋的雞的農場 這群人覺得現在霸佔了農場 覺得很威風 但是 其實流失 不好意思 我們就是用生口暫時 先描述 不要緊 只是當比喻 會生金蛋的雞 大部分離開 剩下是 不會生金蛋的雞 你說這個農場控制了還有沒有用呢 最恐怖的 是如果政策稍微調整 雖然我們覺得 移民是必須的 尤其是現在這個情況 但是我們仍然分析 如果那些政策 是沒有那麼兇猛的話 其實 還有一部分 懂得生金蛋的雞是會留下的 奈何 最無恥的這一群是狗官 尤其是是李家超 李家超 是靠出賣上司 林鄭月娥上位的人來的 你期待一個出賣上司 不說道義的人 會跟你的商家 還有香港市民說道義 其實你會有這樣的期望 很奇怪 香港現在在搞什麼呢 香港在搞什麼 激光劍夜經濟 深水埗 有人扮演星球大戰 打激光劍 但是稍為看過星球大戰的人 都會徹底不收貨的 基本上 可以用 刁人燃眼來形容 你說香港 淪落到今時今日的地步 與其說香港搞城市經濟 不如說香港 做盡測事 現在簡單來說 香港的商家 永遠 就是 船頭怕鬼 船尾怕賊 夏寶龍這次下來 其實仍然沒有明確表態到底香港要怎麼搞的 因為根據我們推測 北京的指令 他叫夏寶龍 下來安撫 香港的商界 即是說 我也不覺得 夏寶龍對商家有什麼具體承諾 他最重要的是 下來搞PR 下來搞親善大使的形象 將這個 戰狼 燒教堂的形象一定要放低 因為如果再煞氣騰騰走到香港 香港的資金 即是說 生金蛋的雞 是越走越快 所以我也不覺得夏寶龍會明確地指示到底有什麼方向 他最大想做事 就是叫資金不要離開 香港的商家 不敢 在管治問題上 出聲 其實是有原因的 因為建制派和商家 其實一直有一個流傳的說法 就是叫做 設物 跟車太貼 他們經常最怕炒車 所以 練成了一群由始至終只有一個喊字的人 例如國歌事件 Google禁制令 拉人封艇 全部 只有一個講字 為什麼我們經常可以揭穿 因為我們真是很了解這一群 人渣 其實他們 全部只有口 建制派流行這種說法 流行了十幾年以上 就是 只有一個趨勢 徹底就不會做的 所以 香港 就是用 政治來做鬥爭 但是什麼都不會做的 連帶隊去示威也不會 香港的商家 在 唐英年對梁振英一役 就是知道出來政治表態 後果堪育 所以他們到今天 都不會就香港的政治 作出 任何 具體要求 你不要求 只會是等死 所以有一部分人就是打算反抗 因為 再不反抗就要餓死了 所以才有這個流傳的說法 就是說商家現在想捧一個 泰雄三代出來 是懂得經濟的 夏寶龍這次也是避重就輕的 藍武 讚賞過李家超 但是 就說李家超 這個也是 建制派 覆述的 也不知道夏寶龍是不是真的有說過 他們引述夏寶龍說李家超很辛苦 其實你看到的 跟當年董建華 做特首 然後 面勝了幾次 後來那些京官 不再讚賞這個 是董建華的 叫他不要再添煩添亂 這次夏寶龍下來 半句都沒有讚過李家超 只是說他也很辛苦 這一句 真的是航貨中的航貨 其實 所以你閱讀北京對香港的政治 從董建華年代開始閱讀 你就知道其實北京已經醞釀對他相當不滿 但是 北京 一向 都不會在 未有萬全的維穩策略之前那麼容易換人 所以他這次下來也是收集意見 但是 香港的這群 主要的大媽傻是不敢表態的 所以出現了現在香港的一個很吊詭的現象 全香港 除了 政府那群官員之外 全香港 他說有700萬人 我照算700萬給你吧 足足有700萬人知道香港的經濟 不行的 為什麼 沒有人敢提 因為一提 就可能要又拉又傻 唯一就是一些已經知道 跟以死沒有分別的以死商家 例如 施老闆 那些 會大力發聲 因為已經 輸到最後一根稻草了 我們對 整個局勢的前瞻 我們仍然認為香港的這群商家太滑頭了 不敢在關鍵時刻 做一些 心狠手辣的事情 你不做的話 其實你整副身家有機會 會是沒頂的 因為很多人的資金鏈已經團裂了 我們儘管 這場好戲 我們繼續看下去 看看到底 香港又過多十幾個月 之後會變成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 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 都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 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 都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這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你把它看不出來 你會看到 我的地方 從來 我看到